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不排除2,700多億元的財政赤字 和經濟負增長會進一步加劇 他亦沒有為防疫支援措施落責 今年赤字會否比2,700多億更高呢 是有可能的 一個方面因為經濟那麼差 我們在做預算案的時候 估計經濟的差時大概是負增長1.5% 現在看來可能比這個更差 因為外圍環境那麼差 我們外貿那邊都冰封了 所以經濟那麼差的時候稅收會差 賣地收入可能都會受影響 會不會有再多措施呢 希望這個需要隨著疫情受控消失 但是很難說的 應洗就要洗